行政院长吴敦毅前天表示 去年国内企业所实施的无薪假 他觉得很创新 还说发明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 那么这句话立刻就引发 劳工团体的强烈抗议 吴敦毅本人今天则表示 引起各界这样的反应 他愿意道歉 拿出行政院长吴敦毅的照片 但是脑部缺一块 青年九五联盟学生到行政院前面 说是要帮院长补脑 拿了脑残贴布 今天我们来帮吴敦毅院长 做一个补脑的动作 我们大家把他的脑补起来好不好 还高喊口号抗议 去年金融海啸 国内有超过二十三万人访吴辛加 更多人苦不堪言 不过行政院长吴敦毅却认为 想出吴辛加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 去年有一个创新的理念 叫吴辛加 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 这个他使得企业不必一时 拿出很大的现金 这番言论让劳工团体纷纷抗议 也送来诺贝尔奖杯跟陈情书 不过就在奖杯要请官员转交给院长时 双方爆发冲突 面对这起风波 行政院长吴敦毅一改 昨天要大家有幽默感一点的态度 表示如果因此引起外界不同解读 他也表示歉意 因为他绝对没有恶意 记者许跟崔崔正俊 台北报道